司空见惯 唐代著名诗人刘雨昕的一生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264集 司空见惯这句成语与唐代大诗人刘雨昕有关 刘雨昕和柳宗元是好友 两人都因宰相王淑文的牵连被禀关 之后刘雨昕的仕途就相当的乖传 语经波折后 好不容易才在唐文宗太和二年 回到朝廷担任主客郎中的官 司空见惯的故事大概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当时京城有位曾经担任过司空的礼身 也喜爱诗歌 因为久仰刘雨昕的才名 所以特别在自家摆设盛演款待她 其中还安排一位年轻貌美的歌迹表演 刘雨昕看到李深随手一摆 就是这么盛大的场面 想必早已见惯了 不禁为自己乖传遭遇 感到非常悲伤 刘雨昕曾经在江南担任过次时 所以诗中自称为江南次时 后来从这段故事摘出司空见惯这句成笔 用来比玉京常常看到不足为奇的意思 点缘 唐 孟奇本诗诗 情感 具历代诗画续编影 刘尚书与西坝河州为主客郎中 吉弦学士李深 坝振在京 目留名 长腰致地中 后摄影传 久憨 命妙计歌以诵之 由于座上护诗曰 我朵书投工样装 春风一曲度为扬 司空见灌魂贤士 断尽江南次时常 礼音以计赠之 祝解 一 李深 李深 故祥至西元八百四十六年 自宫垂 唐无西人 元赫年间济世 悟宗时任命为户部侍郎 武宗时官至尚书幼仆社 善作诗歌 为人短小精悍 有短理之称 二 刘 刘雨昕 西元七百七十二年至八百四十六年 自梦的唐鹏成人 真元九年进士 后为监察御史 一与柳宗元参加以王淑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 被贬为朗州司马 晚年时曾为太子宾客 故意称刘宾客 刘氏擅长诗文 与白居亦为好友 失明相若 三 地 古时至王公大臣或富贵人家的住宅 四 我躲 形容头发无黑亮丽 我 因我 躲 因躲 五 供样妆 皇宫中流行的妆粉 丝制装扮艳丽出色 六 杜维娘 唐代明歌迹 此处戒指在座的妙计 七 司空 官名 周时有东关大司空为六卿之一 掌水土银剑之士 其无司空至御史大夫 判出炎制 成帝使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 后多有更名 或称御史大夫 或称司空至名使费 隋唐使社六卜 通称公部尚书为大司空 此处戒之离身 八 断尽江南刺史厂 刺史 秦时使社刺史 已监督各郡 漢市长益州军政大权 隋唐后为益州之行政长官 元明以后史费 清代实为之咒的尊称 此处江南刺史为刘允熙自称 断肠很伤心的意思 用法说明 一 如此司空见惯的事 大家怎会感兴趣 二 托仁秦官说 这种事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三 以大知晓 这是商场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四 公司政策反复无常 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五 这种事已是司空见惯 难怪报纸连登都不登 六 现代年轻人持有手机 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 七 他参加比赛得奖 是司空见惯 不得奖才奇怪 八 这是对我们来说 早已司空见惯 不值得大惊小怪 九 他的口才那么好 得名早就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了 司空见惯 不足为奇的意思 恭喜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习古人智慧 悠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